現在要去火龍球場看球 非常精彩 裴貝這次球場 衝啦 今晚是波多組場人戰Bra Vista Bra Vista一樣是波爾圖的球隊 所以今天是德比之戰 兩隊之中我唯一認識的是西樓的國家隊隊裏 裴貝 對 最上場的位置15塊歐洲 一眼望去應該只有我跟Money是亞洲面孔 現場的氣氛可以說是熱血沸騰 歐洲人真的是非常熱愛族群 中場波多以2比0拿下勝利 公車等了好久 回到家已經12點了 下一個景點 是外出生活的旅人 一定會來的自助洗衣店 累積了數天的衣服 幾家紅乾一次完成 在衣服洗好之前 我們把握時間 來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書店 萊羅書店 英文書跟普文書都有 門票費用可以提店內的消費 店內最有名的就是這座來自霍格華茲的旋轉樓梯 在街上也遇到了一群葛萊芬多的學生在遊行 歡迎觀看 觀看 都在剝奪... 在波浦圖的這四天 有一半的時間是雲雨天 能夠拍到光夏的古老教堂 機會並不多 也因為如此 這座城市給我的感覺更加魔幻 今天是在佛洛土的最後一個晚上 那個今天的教堂就是教室教堂 我們就住在教室教堂的旁邊 最後一個晚上 所以我們特地步行過來 再看一次老城區的夜景 《寂寞》 駐車時 guests 〈製品《寂寞》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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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